剛剛主要是表單部分 這些這三個地方 跟這個 這個Label其實不用做任何 主要是設定什麼呢 設定那個Caption 跟它的顏色 之外其他還有字的大小 字大小記得從旁邊這個按鈕 那再來就是下拉清單 下拉清單部分的話呢 我們把這個地方拖拉拉 不過最後呢請各位注意一下 我的習慣是把這個name 因為他預設的名稱 比較長 所以如果你要打程式的時候互叫他 會比較麻煩 所以習慣上把它縮短 習慣上叫叫什麼叫cb好了 Tumblebox簡稱cb 那編號第一個01 Enter 習慣上第一個第二個 然後用1跟2來做區分 那再來的話確定的話 Comming button這個不改沒關係 不過他名稱也特別長 所以我在程式裡面我看一下 基本上我是把它改成叫btn01 不過如果你不改這個名稱 大家也沒有關係 因為 這個地方主要你要 記得就是如果你有改 那將來你在 做程式設計或者事件 事件撰寫的時候 你點他兩下 那上面的名稱會不一樣 OK所以特別注意 你們如果有改名稱的話 那其實直接用我的程式OK的 但是如果沒改的話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上面那個名稱你要 你要能夠 相對應到 OK 那第一個是確定一下 我剛改了一個名稱 這個叫cb01 這個叫做btn01 OK Button Comming button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如果說要 希望第一個 把這個表單啟動起來 因為接下來當然 你做好一個表單 一定是希望他能夠讓別人看到 所以你要怎麼讓他啟動起來呢 當然 第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上面一個啟動 你按下他有沒有 他可以啟動 不過呢問題來了 將來如果說你希望呢 你要啟動他你不可能說叫使用者 或者你自己在到 那個Visual Basic裡面啟動嘛 所以通常呢 會需要有一個按鈕 這邊 可能需要一個叫啟動表單的按鈕 啟動表單呢就把它啟動起來 那特別注意呢 有一個這個按鈕的話呢 我們需要先在那個模組裡面 先插入一個程序 先模組裡面插入一個程序 程序的名稱呢 我們叫啟動表單 OK 再來的話呢如果我要啟動剛剛那個 這個表單的話 那你特別注意喔 必須要叫他的名稱 那他的名稱叫home 所以呢我們這邊打一個home 怎麼樣呢 點show 所以你打一個show home.show 這樣就OK了 這個地方的話有一個sub 所以呢 將來我也可以直接在這邊怎麼樣 來複製一個這個 按鈕好了 我如果希望按鈕一樣大的話 我把它複製 然後呢 按右鍵 指定聚集喔 再去指向那個啟動錄集 啟動表單 那把那個啟動表單的名稱 改一下 OK 那這個時候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喔 你點他的時候 這個時候呢 他就會被啟動了 OK 實際上呢就是利用什麼 多一個sub 然後一行程式 home.show 那個home指的就是 我剛剛的這個表單名稱 所以以後呢當然你表單可以不只一個啦 如果你要啟動第一個 就是 第一個home嘛 第二個可能要home2 home3等等的 那你可以把它啟動起來喔 所以 剛剛主要是在模組裡面 插入一個什麼呢 程序 程序名稱的話呢 叫做啟動表單 只要打home.show 不過這個注意喔 你這個地方打home.show 這邊也要叫home 因為之前有同學怎麼樣 這邊沒有改 一樣叫預設是優設縫衣啦 結果他打home.show 他說老師為什麼程式出錯 我一看就知道你名稱沒改 當然 張官禮貸嘛 對不對 沒有match怎麼會對 而且喔有時候 如果呢 其實假設啦 如果你要知道說自己有沒有打錯程式喔 有個簡單的方法home 點下去嘛 如果這個地方會有個清單跳出來 那表示呢你那個表單是存在的 可是如果點下去喔 什麼東西都沒有的話 那表示你要檢查名稱 因為那個表單可能不存在 很多同學喔 因為這個只是一個小小的 習慣問題啦 我一定會先點下去 清單如果沒出來 那表示我打錯了 所以我再回頭檢查一下 應該就可以找到問題喔 所以home.show OK 第一個 啟動表單 第二個的話呢 那我希望呢 當我啟動表單之後喔 那我這邊有一個下拉清單 我希望呢 這個下拉清單裡面喔 可以幫我把 業務一直到產品 跟客戶名稱 這四個項目呢 幫我放到 這個下拉清單裡面 目前有沒有呢 基本上 他當然沒有那麼自動 因為 你還沒把清單放進來 那你要怎麼樣讓清單 當啟動表單的時候 自動幫你把項目 加到 這個combo box 這個combo box我們剛剛改名叫 CB01嘛 所以喔 你可能要有一個概念 將來的話呢 你要設計那個表單的時候 你要了解 所謂的事件驅動 那所謂的事件是什麼 當表單啟動的時候 所以你再表單點兩下 他會 跳出一個叫做 User form Click 因為你Click意思說 哪個事件呢 你Click他的時候 去執行這個sac 那可是問題呢 我希望加清單的時候 不是在Click 因為之前有同學真的把程式寫在Click裡面 那什麼時候會加清單呢 就是他Click一下的時候 他清單才有 不對呀 那應該什麼時候呢 應該當表單啟動的時候 所以表單啟動的事件在哪裡 特別注意喔 慢慢各位要習慣一個就是 表單設計裡面 還會有一些所謂的事件 那什麼叫事件呢 就是 其實意思就是你視窗上面做了什麼動作 包含就點擊嘛 包含就是啟動嘛 那啟動的話 在那個User form裡面 他會有叫Altivate 這個就啟動 所以你可以選什麼 選這個 你剛剛選到keydown keydown就按下 這個鍵盤的動作 那這邊有Altivate 那你會發現這邊有個User form Altivate的sac 把Click刪掉 那當我怎麼樣呢 Altivate的時候呢 我就做什麼 加清單 那你可以 呼叫CB01店 如果這個名稱OK的話 你要不然清單會出現 第一個就是 Altivate 什麼項目呢 也許我就是加 請選舉項目 因為這個好幾個 總共有四個 所以我就直接 雲端上應該就有這些 所以我直接拿來用好了 User form Activate 這些 那我總共加了有 四個項目 那上面的話呢 有一個請選擇 大概這樣子 接下來的話呢 一樣喔 我再開啟動表單一下 下拉清單 有沒有發現 這個 請選擇 業務 產業別 產品 客戶名稱都出現了 那如果我選了其中一個 按確定 那如果我希望他跑的話 該怎麼做呢 一樣嘛 做邏輯判斷 看他選哪一個 我就去 呼叫 哪一個的 有沒有 其實呼叫共用程序就可以了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 不過字太小 怎麼辦 沒關係 你可以再切到 這個地方 把他的那個什麼呢 他的字的大小 找到那個 方 把他改一下 14好了 OK 這樣應該剛剛好 當他 啟動的時候 所以啟動 那我一樣 執行這個 啟動 下拉清單裡面就有了 OK 字變大了 OK 那 就是當 User Phone 被Activate的時候 在CB01 裡面 At Item 總共有五個東西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 先把那個下拉清單加進來 待會的話呢 我們再來處理什麼 當他選了之後 那我按確定 那 確定的話就變那個Button 那個按鈕被Click 所以呢 接下來就處理什麼 處理那個Click的事件 那就完成 Click之後呢 一樣會有個Sub 那你就把Sub程式 寫一下 做多重的邏輯判斷 如果他選了業務 那怎麼知道他選了是不是業務 再來呢 選的是產業別 產品 客戶名稱 等等的 OK 那這樣的話 去執行對應的程式 程式 這樣應該就OK了 所以基本上呢 第一階段呢 我們 其實 做個表單 並不是那麼複雜啦 記得就是說你要先知道你帶的畫面 上面要放哪些的元件 第二個的話呢就是 名稱稍微注意一下 我改了CB01 改了Button BTN01 然後呢 再去處理所謂的事件 可以試一下 去處理所謂的事件 但是我現在有在說的 感谢观看